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家族小作坊到享誉南国 东南亚和华人世界的品牌 数次起死回生中 潘高寿这个品牌是如何传承至今的呢 按照现在时髦的说法 潘高寿的创立最早用的是外国的资金和国内的技术 创始人之一的潘应氏 年轻时曾随开平同乡被卖到美国做劳工 一直以来 他都盼望赚够了钱回老家开平 和做医生的哥哥潘百事一起开医馆做生意 报效家乡 终于 兄弟俩的医馆就在老家开平开张了 1890年 潘氏兄弟北上省城广州发展 当时的广州药材产业发达 陈礼记 静修堂 林芳源等早就声名远播 成行成事 潘氏兄弟也将医馆改成了药行 为了适应当时广州生活节奏相对较快的情况 生产了很多中程药 因为货真价实 童所无期的经营理念 兄弟俩的生意越做越大 直到二十世纪初 五次运动以后 随着西风东建的思想影响 西药大量进入中国 中药行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潘家后人相继离开广州 潘百事的四子潘玉生继承左业 在西药的重重重压下 历时多年 潘玉生研制出了治疗感冒咳嗽的特效忠诚新药 川北琵琶路配方 也就是这个配方成就了潘高寿的百年品牌 潘高寿川北琵琶路创制之初 产品市销对路 产销两望 这就引起了一些西药药商的敌势 为了征战市场份额 生产一种名叫赫里西佛止咳药的德国药厂 在报纸上以针对联的形式侮辱潘高寿 上连为川北琵琶 烟能弹出高调 用粤语的谐音恶意诋毁潘高寿的川北琵琶产品 面对洋品牌的挑衅 潘玉生也巧妙地以粤语的谐音对出下联 赫里西佛焉德会有良心 蒸联一出四方哗然 潘高寿的知名度不降反升 随后的几年 以川北琵琶路为主打产品 潘高寿药行经营建筑佳境 潘高寿生产的中成药 甚至远销到碧鲁 密罗 新加坡等国 但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潘高寿也难逃厄运 在历史的洪流中 历经磨难 挣扎着几次起死回生 1924年 广州发生商团叛乱 英军军舰向城内开火 顷刻间 长春洞药铺被炸毁 1944年 日军轰炸广州 长春洞药行又被炸成一片废墟 解放后的1959年 受到厂旁木鸡工厂失火的殃及 厂房 设备 原材料 一夜之间全部复制一具 每次灾难浩劫过后 虽然 潘高寿的有形资产都消失殆尽 但这个百年品牌 总能犹如凤凰涅槃版 获得重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初 潘高寿药行与大同药社 中华成药社三家合营 组成了公司合营 潘高寿联合制药厂 被旧社会折磨得疲惫不堪的潘高寿药厂 在国家的支持下 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现在 潘高寿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 占地面积五万平方米 名优产品四十多种 经销海内外 深受消费者信任和欢迎的知名品牌 1990年 著名歌唱家郭兰英 服用了潘高寿的舌胆穿背琵琶膏 潘高寿穿背琵琶露 治好了他的气管炎和烟炎 对潘高寿的产品大家赞赏 还向亲朋好友大力推荐 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 在听取了郭兰英的推荐后 更加妙言道 潘高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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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潘高寿策划并启动了野狼行动 将品牌重新定位为制可专家 做单打冠军 以群狼之势团结作战 抢占市场 通过空中广告拉动 与地面终端推进相结合 让消费者更加了解 更加信任潘高寿 仅仅一年时间 野狼行动是潘高寿 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树立了 制可专家的品牌形象 潘高寿也从区域品牌迅速成为全国品牌 野狼行动成为了2006年 中国十大营销事件之一 甚至更远 这便是潘高寿挑战未来 超越百年历史的胆略和气氛 再次起跑 潘高寿在新的起跑线上 以蓄势待放 以蓄势待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